经济学人今期封面可以说落了一个破天荒的判断 就是证明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已经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论范畴 封面以红猫为主题 细心点看两只眼是拳套 口就是美国地图 经济学人警告西方国家 如果再误判中国形势 很大机会会自讨腐气 过去无论是经济学家 或者政客都对中国实现的经济增长 认为只是靠不可持续的债务 补贴 群带关系和涉取知识产权 但经济学人就提出 习近平的习经济学正为2020年代 国家资本主义改造 外界应该忘记过去钢铁厂和配额 新的经济议程令市场和创新 在严格定义的范围之内 更好地运转并且受到全民监督 虽然增长的模式 绝非经济学家佛利民的自由选择 但专制、技术和活力的这种残酷组合 可能会推动经济增长多年 习经济学主要有三个要素 首先严格控制经济周期和债务 当中最容易看到 政府对0809年金融危机反应不同 今次对疫情的反应受到制约 刺激措施只有GDP的5% 连美国的一半都不到 其次是效率更高的行政国家建立了商业法律体系 对企业的反应更加灵敏 自从他2012年上任以来 涉及人民对政府的起诉增加了一倍以上 破产申请增加了10倍 去年中国法院受理超过48万宗知识产权案件 几乎是2012年的5倍 凡所手续就被削减 现在成立公司只需要9日 几乎可以和美国看齐 最后一个因素就是 模糊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界限 国企被迫提高财务收益 并且吸引私人投资者 同时国家正通过私营企业内部的党团 对私营企业实施战略控制 过去我们提到国进民退 国退民进 经济学人认为现在已经不适用 习近平不会以牺牲私营部门 做代价来膨胀国家 相反正是建立一种 更加有力量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目的给国有企业获得更多市场纪律 民营企业获得更多党纪 虽然是一个充满内部矛盾的项目 但在很多领域已经取得了明显进步 几年之前我们会很惊奇 上市公司加入党委书记 但最新统计 内地上市的3900间公司当中 有近400间在今年年报当中 向共产党和领导人致敬 经济学人结论就认为 有一件事必须要清楚 美国和他的盟国必须要为开放社会 和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之间 有更长时间竞争做准备 而压制就行不通 和苏联不同 中国庞大的经济发达 并且和世界其他地区已经融合在一起 西方需要制定新规则 以允许在某些领域和中国合作 例如应对气候变化和流行病 以及商业 在保护人权和国安的同时 可以继续走下去 西方是时候摆脱中国会转弱的幻想 请不吝点赞订阅